AZ疫苗开打以来 国内非严重不良事件 已经累积将近200例 今天再传出一例 接种后出现颜面神经麻痹的 疑似严重不良事件 这一位是三十几岁的男性 是接种疫苗后 隔日出现右侧脸部麻痹 证明疑似严重不良事件个案 是一名三十多岁的男性 接种后隔天出现了右侧脸部麻痹 这是施打疫苗之后 出现的首例颜面神经麻痹 虽然指挥中心引用英国的资料 说明颜面神经麻痹在预期当中 根据机关署最新的资料统计 疫苗接种达到了三万六千七百三十一剂 不良事件两百一十九个人 其中非严重不良事件一百九十九人 而严重不良事件则是有二十人 这二十个人当中 疑似严重过敏反应三个人 另外十七人则是血管炎和兼职性肺炎 胃寒发烧以及关节疼痛 不能怪台湾人不愿意去打的问题 而是你买进来疫苗 就不是一个很好的疫苗 AZ疑似严重不良事件再添一桩 而且是首见的脸部麻痹 医师呼吁中央 不能因为在预期范围内就轻忽 后续一定要仔细追踪 记者陈臣卯王一仲台北报道